从前有一个秀才准备上京赶考 在路上她做了三个梦 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的白菜 下雨天披着斗笠还打着伞 跟表妹躺在一张床上 却背对着背 然后这秀才就去找人解梦 算命的说 你还是回家吧 你想想啊 高墙上种白菜 那不就是白干吗 带着斗笠还打伞 不就是多此一举吗 和表妹躺在一张床上 却背靠着背 这不就是没戏吗 这秀才听完啊 心灰意冷 收拾好东西 准备回家了 下楼碰到掌柜 跟掌柜的说了这件事以后啊 掌柜笑着说 解梦我也会啊 墙上种菜 那不就是高中吗 带着斗笠还打着伞 这说明有背无患吗 跟表妹背靠着背 那说明你翻身的机会要到了 秀才一听啊 更觉得有道理 于是开心的参加了考试 居然种了炭花 所以说消极的人呢 就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积极的人啊 像太阳照到哪里 哪里就亮 有人说读书学习 就是被洗脑 而马云说 凡是学习场所门口停的车 都是奥迪 宝马 奔驰等 而游戏厅 网吧 麻将馆 门口停的车呢 都是摩托车 电动车 和自行车 这就是为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而穷人越来越穷 想要改变口袋 先要改变脑袋 再好的手机都要充电 再聪明的人都要不断的学习 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如果不改变 迟早都会被这个社会淘汰 一个穷人的妻子发现家门口有三个饥饿的男人 于是呢 邀请他们进屋吃点东西 男人说 问问你的丈夫同意吗 丈夫爽快的说 快进来吧 在有能力的时候 帮助更困难的人是应该的 三个男人笑着说 其实呀 我们分别是财富之神 成功之神和健康之神 为了报答你们的善意 你们可以请我们中的一个 进入你们的家 满足你们的愿望 记住 只能请一位 妻子呢 想选财富之神 丈夫啊 想选成功之神 就在旁边写作业的女儿插嘴说 我觉得健康之神好 一家人健健康康 生活在一起多快乐呀 于是健康之神就被请进了屋 奇怪的是 财富之神和成功之神啊 也跟了进来 妻子惊讶的问 不是只能请一个吗 健康之神说 是的 但是有一个例外 只有选择了我 他们才会跟进来 因为没有了健康 财富和成功就等于零啊 你听懂了吗 关注我 学习更多的智慧之道 兵区 火爆室拍群社区 微信搜索兵区 关注后 即可免费进群